5月6日下午,广州市外籍志愿者交流会在广州天河列德社工服务站举行,来自美国、安格拉、法国、加纳、意大利、印度等15个国家的25名志愿者受邀参加,其中还包括了两个法国志愿者家庭。 25名志愿者一一做了自我介绍,他们中有的才来到广州几个月,有的则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年,还在这里组建了家庭。 但无一例外,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不同肤色的人们,在最近这几个月里,都在广州投入到了抗击疫情的志愿服务中。 齐诗文来自美国,20年前就跟随父母来到中国。 他作为一个自媒体人,喜欢记录生活的点滴并分享。 但因为疫情,他记录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,他开始用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记录广州在疫情期间的方方面面,并分享给各地的观众。 而同样利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去传播信息的,还有本次交流会的主持人。 罗密欧是意大利人,在广州也已经有14年。 在这几个月中,他不断地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的现实状态感到吃惊。 这些生活在广州的外国人士不但成为志愿者,在广州贡献着自己的热心和友善。 同时,他们也成为信息的传播者,将中国的防空措施、理念也传播给了各国的人事了解、借鉴和学习。 感谢您的观众。 感谢您的观众。 当天,这批外籍志愿者也被授予广州市社区友好使者荣誉称号。 感谢您的观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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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您的观众。